7.22分 早安 氣象時間 這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 還在增強當中 在今天晚上 明天清晨 就有可能會達到寒流等級 我們先帶你來看 在今天的清晨最低溫 是落在新北市富貴角 只有10.7度 包含在台中 以北 還有宜蘭地區 普遍低溫都有出現11 12度 那麼有些地方還會再更低一點 甚至連南部地區 大概也是有出現13-14度 這樣的一個低溫 所以要特別提醒您 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被子要蓋好 尤其是長輩朋友 最好是放一件 比較保暖的外套在旁邊 一起床的時候就趕快穿上 不要讓溫差太大 造成您的健康影響 而且我們帶你來看到 接下來這一波 冷的時間真的很長 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一波的強烈氣團 還在增強當中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會是最冷的時間點 到時候北部地區 包含在台北市 都會出現10度低溫 有些地方會更低一點 中南部地區也是大概 13-14度左右 全台灣都是非常寒冷的天氣 會一路冷到星期天的清晨 白天開始這一波的強冷空氣 才會有減弱的趨勢 不過接下來雖然說開始減弱了 而且今天水氣也變少了 只是天氣變化真的好大 我們帶你來看到 在星期一的時候 又會有另一道封面通過 到時候中部以北 東半部都容易會下雨 包含南部 可能也會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而到週二的時候 水氣才會減少 但是到時候受到高壓影響 所以說早晚 還是一個比較偏冷的天氣 所以說如果您要覺得 比較回暖或是天氣穩定 可能要等到下週二之後了 我們也繼續帶你來看 這樣的一個降雨範圍 在週末如果您有安排活動的話 注意如果是往山區 或者是迎封面 東半部走走 還是要記得帶上雨傘 雖然說今天不像昨天 受到華南水氣影響這麼多 在降雨方面真的很明顯的緩和 西半部有機會看到陽光 但是在週末的時候 還是會有些水氣特別是週一這一天 我們來看看 在週一晚上的時候 受到封面的影響 降雨是最為明顯的 全台灣各地都可能會有些雨勢 但是它來得快去得快 星期二水氣就變少 那麼接下來週末的一個 溫度曲線溫度數字 我們也幫你統整 星期六的時候 各地還是非常寒冷 星期天早上還是很冷 但是白天開始會有回溫跡象 北台灣還是一個天涼的天氣 但是星期一的時候 再受到接下來的東北接風影響 北部地區溫度要再稍微下降了 再加上下雨的關係 可能您還會覺得 濕濕涼涼的天氣會持續下去 所以建議大家 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資訊